高雄市警戒疫情持续的延烧 继三明二还有左营林远警分局 保安大队凤山三明一警分局 一共有十多位的警官染疫之后 在今天晚上又传出林甲分局 有派出所的所长确诊了 也成为高雄第一位染疫的所长 分局目前很低调表示说 不论是否有远警染疫 都会按照卫生局防疫的SOP来走 派出所的勤务运作目前并不受影响 但是目前你看 全台湾的本土确诊 疫情的案例越来越多 指挥中心在2号宣布 国内中重症是新增了21例 其中有7例是重症 比例其实蛮高的 特别的是 还有一个未满1岁的小baby小女婴 80后到插管只有2天 这个病程恶化得非常迅速 还有20多岁女子 她打满了3G 也没有慢性病史 不过染疫之后也变成了重症 随着疫情升温 中重症的人数激增 指挥中心就放宽了辉瑞口服药 使用的限制 从3号开始 医院的门诊急诊诊所 现在都可以开药 本土去诊数天天创新高 指挥中心2号宣布 新增17801例 已经连续5天破万例 光是新北市6584例 台北市3718例 加起来已经破万 专家黄利明认为 现在是明显指数成长阶段 用10万15万20万 做低中高的一个推估 然后再设定一个 特别的计划 以防它万一超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推估数 中重症再增加21例 有3例死亡 重症个案当中比较特别的是 一名未满1岁的女婴发烧到诊所就医 因为没有相关染疫接触史 当时并没有裁剪 隔天呼吸困难 喉咙沙哑 到急诊就医裁剪确诊 年纪小的小朋友确实就是说 可能病情变化会比较快速 因为年轻人都还不够成熟 另外还有一名20多岁女性 曾经打3剂疫苗 没有慢性病史 就医之后有低血压脱水等症状 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 医院里面这边也比较是怀疑说 会不会有合并其他细菌感染的状况 一岁以下的婴幼儿 一旦染疫变化很快 20岁的年轻女性 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 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指挥中心下令 即日开始快筛阳性 才可以做PCR裁剪 另外国内目前库存 37万份辉瑞口服药 目前只使用了600多人份 专家黄立民认为 国内口服药得经过层层同意 很不容易开 目前急诊门诊都没有 住院才会开药 指挥中心宣布放官 辉瑞口服药使用限制 未来医院门诊 急诊或是诊所都可以开药 希望及时阻断确诊者病程恶化 降低医疗量能负担 记者陈时莲王一仲 台北报道 好来快速扫描 来看到这个食药手 之前不是核准服药 打公司来进口韩国的 家用拖衣快筛吗 真的很火速哦 不但升起只有两个礼拜 马上就火速被批诊 再加上被俩包 发现他的创办人就是高端疫苗总经理呢 陈灿坚 让列委质疑并不单纯 其实事实上呢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在桃园机场的PCR的裁减工作 也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由 服药达负责检验部分 甚至呢根本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 等于换句话说 有没有可能是直接黑箱呢 也引发外界的揣测 好服药达获准进口了 将用拓液快筛的消息曝光之后 有网友就张贴图文 指说他去年参加的帛琉疫苗团 当时候出发前 在桃园机场的检测公司 也叫做服药达 而且PCR一次费用还贵到5000元 所以这位网友说 这样你们懂操作了吗 好根据了解2021年4月呢 这帛琉疫苗泡泡旅游团 参加了泡泡团旅客呢 都在出发前 必须要在桃园机场来做PCR 当时筛检一次费用 就是要清牌币5000块 而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是没有经过招标程序 同意由服药党衣室检疫所 负责裁建的作业 好同时呢 这个快筛事迹让大家骂爆 就是实名制价格呢 100元 有网友实际比较 还是比很多国家贵好几倍哦 像是马来西亚 一季要多少钱 只要30到35元 德国一季大概也是 大约32元台币 平民我们台湾呢 就卖100块钱 好民众怒轰 不懂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啊 防疫物资不是应该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价格要更合理吗 民众一早冒着风雨 撑着散在药局门口排队 抢买快筛试剂 不只有家长扑空 更有民众对价格很不满 用我们纳税的钱 请买不到50块 现在卖给我们100块 对吗 这个政府对吗 尽管国内推动快筛 实名制压低价格 5G500元 等同一季100元 但网友实际比较 其他国家快筛价格 台湾人比越南西班牙还贵 更别提马来西亚 一季只要30到35元 泰国一季45元 德国一季1欧元 约台币32元 而当地政府还开放 每人一周可到快筛站 免费裁检一次 对比台湾现况 海外国人都看不下去 这种东西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不是应该价钱要更合理 而不是把它提高来卖 现在政府是要靠这个来赚钱吗 快筛试剂的话 应该由政府主动购买以后 发给有风险的人去使用 而不该卖给老百姓 这就有点要土力厂商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做法 对于民众抱怨快筛 试剂价格仍不够亲民 陈时中也作出回应 那又是另外一种财务的考量 避免过度的使用 陈时中强调征收的快筛 采购价分别为74元和95元 扣掉院费大概比成本价还要低 以量足价稳的方式进行 这样的说法 网友却很不买单 更奉刺是少量足高价稳 标准的饥饿行销 记者王志文 陈嘉伦台北采访报道 民营党立委高嘉宇 之前其实在领书有PO过文 只说德国快筛记遗迹只要30元 还记得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在昨天还驳斥这个说法 他们说30元的快筛记是假消息 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来看看台中市议员黄健豪 他的领书PO文证明说 世界上真的有30元的快筛记 而且贴出的是在德国货架上的试剂 跟售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欧元则算成台币就是30元快筛记 是真的啊 到底谁才是假消息呢 不过针对了这个福佑达 什么时候申请了脱衣快筛事件的一个争议 也引爆外界的质疑 外部部长陈时中 前厅只在立法院打询次长薛瑞元 是搞不清楚状况 而且又说福佑达是在4月15号来申请的 不过昨天薛呢 他就说曾经在23号前 向食药署确认 当时并没有厂商申请 不过确切的日子他忘了 时间跟陈时中的说法 好像有些出入哦 因此也让这整件事情呢 在天一云啊 公民党立委林一华在4月27号 在立法院执行的时候 询问这个卫辅部证次薛瑞元 目前我们国内家用的拓衣的快筛 最新的审查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结果当时他回答是 目前还没有厂商申请哦 结果在他口中还没有厂商申请 在两天之后 卫辅部就火速宣布通过了 福佑达家用拓衣快筛事件 那请问福佑达到底什么时候申请的呢 等于说横打了薛瑞元一巴掌 到底谁说谎 谁说的是真的呢 好不过当然来看的是 这样的外界蓝营州炮轰 根本是要土力高端 还有平面媒体提报 当初桃源机场快筛 就是由福佑达跟保级公司来承包 一次呢 刚也有提到PCR的费用很贵耶 高达了5000元 保级公司还被发现 民进党执政之后 政府采购得案的这个得标金额 越充越高越来越贵 民嘴炮轰 陈时珍恐口声声 防疫不分来绿 不过过去 你看看水神做公益被打压 现在的执政党 防疫根本只剩下绿 食药署核准福佑达进口拓衣快筛 被质疑有猫腻 更有平面媒体提报 却连在桃源机场提供检测的公司 就是福佑达和保级公司 当时一次检测费用还高达5000块 检验单上面就写着呢 这家医事诊所 检验所叫做福佑达医事检验所 他就觉得这个名称好熟悉啊 不就是福佑达 是这家现在第一个拔得头筹 进口拓衣快筛的福佑达公司吗 不仅机场一次披萨快筛 就收5000块 暴击公司更被质疑 近年来采购业绩突飞猛进不少 根据公开采购网资料 暴击2013年参加政府采购 得标金额62万 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 得标金额暴增到8.6亿 2020年更高达12亿多 同一间公司为和蓝绿执政大不同 得标金额差好大 现在谁跟民进党关系好 就是有大把的标案 有大把的利益可以抓取 那你跟民进党关系不好 就是被人家踢到一边去 理都不想理你 再否认也否认不了 因为全民的眼睛都是血量 从疫苗PCR到快筛 党绿有有果真让人好羡慕 但城市中口口声声防疫不分蓝绿 但看到过去有人想做公益 水神免费送 绿军却是这样对待 也是说他是消毒后的一个消毒水 绿民代嫌微酸性便解次氯酸水 放宝特瓶会被误喝 但现在连酒精大喇喇 被装在宝特瓶贩卖 却不见指挥中心坑一声 水神那时候 多民众在这边抢的嘛 我都觉得很感动 有人做好事 尤其在防疫期间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当 嫌疾的时候 你没有停我民进党 那你就是我的仇人 我认为选举是他的一切 选举可以拿到执政权 不管收买媒体 或者去做大内线 不分蓝绿那些都是假的 民党言中只有绿的 难道执政者面对防疫 也是党同伐异 连热情做公益 都得因不够挺绿遭打压 城市中口中的防疫不分蓝绿 不知道他自己信不信 记得张正名离璇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张欣听说绿绿发大财了 还有郁琴看到你咯点到你咯 同步还来关心最近 国内疫情这样子急剧的飙升 每天都确诊数超过了万例 医院超载提高就医门槛 小朋友没有施打疫苗 造成大家爸爸妈妈好心 尤其防疫的这个器材 都比国外来的贵 民众难免质疑 是不是有人发国难财 情何以堪 直到4月中旬应期再度爆发之际 台湾的新冠快晒事剂的市价 仍然高达每季300元 真的让大家看不下去 而在这里头政府里当主动积极 为民来解忧 不是让民众这么的忧心 当然同步还来关心台中 很多基层诊所 都遇到民众有症状上门 但都采取不快晒 不通报的策略了 好 依照感冒症状来处理 到台中医师工会理事长 昨天就说 很多的医师认为 这波疫情已经流感化 即使自己染疫也没有通报 不快晒最大的原因 是有25%根本是伪因性 而且快晒事剂根本缺货 健保也不给付 如果筛扬之后通报也会让诊所 蒙上了足迹的阴影 因此很多人干脆不通报 同步还来关心了新竹一间 劳动合作室 最近遭到离职员工爆料 涉嫌把离职员工 家人的这个造册来诈领 为在新竹新普的这家 劳动合作社铁门紧闭 一切看似正派经营 但却遭离职员工爆料 涉嫌诈领卫福部的防疫奖金 理性妇人出面控诉 最近接到领班电话 告诉她只要回公司签名 就可以领4000元的防疫奖金 让她相当纳闷 因为她在2017年加入这间 劳动合作社 负责国捐桃园总医院清洁工作 早在前年5月就离职 没想到都已经离职两年 怎么还能领防疫奖金 由于妇人跟对方有劳资官司 警觉性相当高 怀疑是想假签名 真可解 我可以领到 我现在没有上班可以领到吗 你领到啊 我给你报的啦 曾经在我们医院工作的清洁案 变得洗保钱了 发现不止她 名册上甚至还有公司行政人员 以及其他离职员工 疑似想谎报名册 诈领防疫奖金 对任何有诈领的事情 那会启动司法调查 明明不符合资格 还被造册 卫福部奖励医疗院所 清洁人员的防疫奖金 是否有诈领的情势 还有待司法调查 只是桃园国军医院说 会逐一清查 如果诈领属实 除了追回款项 还将追究相关刑责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像是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园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呢 输入呢 向下的推荐代码CTI 666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